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诸多烦心事 方若汹涌潮水 一波接着一波 无情地冲击着康特的内心房间 他像是在狂风巨浪中独自掌舵的古舟 只能凭借拼命毛索 用身体的忙碌去填补心灵的空洞 试图以此维系那濒临崩溃的理智与情感平衡 回首往昔 他怎么也想不到 与阿祖法携手踏上的婚姻红毯 竟会在岁月的暗流涌动下 通向离婚这条不满荆棘 满是绝望的歧途 曾经在他的认知里 妈妈的刁难 骚扰 不过是家庭内部磕磕绊绊的小插曲 是亲情磨合中一时的阵痛 再怎样折腾 也不至于引发这般不可收拾的局面 那时的他 天真的以为血浓于水的亲情有待 夫妻间深厚的感情根基 能抵御一切外来的冲击与干扰 却未曾料到 正是这份最初的轻事 以此次的不作为 如同埋下的定时炸弹 在日积月累中被悄然引爆 将他们的生活炸得支离破碎 阳光逐渐变得炽热 康特汗如雨下 正忙碌间 手机突兀响起 是阿祖法的律师来电 他心头一紧 放下手中工具 手微微颤抖着按下接听键 电话那头传来律师沉稳 且公事公办的声音 约他下午相谈 康特的声音不自觉巴高 透着几分急切与决然 我爱我的妻子 离婚绝不是我想要的 这是我笃定不变的决定 律师平静回应 表明自身立场只是履行之责 同时告知康特若有法律疑问 可随时咨询 康特眉头紧皱 话语中满是焦虑与抗拒 我心里清楚 一旦在那份协议上签字 就等同于亲手埋葬了我和阿祖法的婚姻 这是我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 我如今正一门心思给他盖房子 想着等有了安稳的家 便能摆脱妈妈的纠缠 重拾我们往昔的幸福 律师轻叹了口气 如实相告阿祖法心意已决 并强调接受委托就得禁止办事 莫了不忘提醒 只要康特不签字 法律层面上 这段婚姻边上有危险可能 挂断电话 康特只觉胸口别门 像是被一块无形巨石狠狠压住 心情瞬间坠入谷底 愈发糟糕透顶 愤怒与不解如两条疯狂扭动的毒舌 是咬着他的心 让他满脸涨红 额上倾金抱起 阿祖法怎如此狠心 难道丝毫不顾孩子的未来了吗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明明是妈妈 凭什么要我来承担这惨痛后果 他失控地咆哮着 对着空旷的地皮 发泄着满心的委屈与愤怨 仿若全世界都在与他作对 都在合谋将他真实的一切无情夺走 待情绪如暴风雨般宣泄过后 难难自语道 定是妈妈又对阿祖法 使出了什么下作手段 不停地骚扰逼迫 才让他铁了心要离婚 妈妈他 简直就是恶魔 为何要这般残忍对待自己的亲人 想到此处 康特眼眶泛红 泪水在眼眶中打转 既有对妈妈所作所为的痛心疾首 更有对婚姻岌岌可危的深切担忧 我绝不会在离婚协议上签字的 那无疑是将阿祖法拱手让人 让妈妈得逞 让这个家彻底分崩离析 康特咬着牙 握紧拳头 从牙缝中挤出这句话 透着破釜沉舟般的决绝 此刻在他混沌迷茫的思绪中 唯有老者如意盏灯 给予他一丝希望曙光 他笃定唯有与老者携手 依照既定计划 将妈妈绳之以法 送进监狱那冰冷牢笼 才能驱散这片笼罩家庭的浓重阴霾 让阿祖法回心转意 让生活重回正轨 重拾往昔的温馨与安宁 于是 康特缓缓起身 拍了拍身上尘土 深吸一口气 重新握紧工具 眼中燃起炽热的斗志 吓死他心中不灭的希望轮廓 虽前路漫漫 艰难重重 但为了守护家人 挽救婚姻 他愿倾尽所有 与命运疏死一搏 哪怕变体鳞伤 也绝不轻言放弃 但为了